挑战准备所有安徽人的家乡 今天来到我第74站 怀远 我现在在怀远一中这边 突然有个车过来了 今天中考 放假了 怀远是我周围站了 74站明天我就回家了 很多人问我怀远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 我来了 从第一期 从凤台第一期 就有人问我 什么时候来怀远 历时了76天 我终于到最后一站 第74个城市 把安徽省全部都走一遍了 我就是骑行安徽第一人 我们逛逛吧 现在是中午12点钟 虽然大太阳 但是我也感受到怀远人的热情 但是今天路上风还挺大的 特别在桥上的时候 我也感受到怀远人的风情 热情和风情 我感受到了 桥远县城我真没怎么来过 真没怎么来过 我去过龙康 前面是土山是吗 好像 好像怀远人中在泵埔地区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这边是老城区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 大土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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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十六七十六七十六七十六 起风了 这边有个学校 我们往这边走吧 看看土山 我小时候不是经常去来泵埔吗 那时候我爸带我来泵埔的时候 坐了客车 然后路过了土山 哇 我当时我第一次见大山 我好激动呀 我小时候我好激动呀 就在那个 就在车上鬼吼鬼叫 这边是锅河是吧 我老家也有锅河 那边有个电池塔是吧 我终于把我们75个城市都全部走完了 全部走完了 我挑战的是我对我们家乡的爱 对安慧的爱 还远的朋友感受得到了吧 走了76天终于来到你的家乡了 4月1号出来的 今天是6月15号 我们先逛老城区 不要着急 马上我们再去新城区 牙后街 那边又有牙门吗 这边就差不多是比较热闹的地方 湾河路 想想我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别听了一一的词 身为我们安徽人 走走看看 我们在这边游去打掌卡吧 南大街 欢迎打卡外称 赶紧晒赶 吃点东西吧 我印象中是年轻人的 很印象 这住宿住哪边呢 上海上茂城 大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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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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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开心呀 我也不知道看我第一期的那个观众 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我这个视频 你凤带问我什么时候到怀远 我怎么好意思回答你 我就还两个多月 但是今天我呢 我今天早晨中午都没有吃饭 就很亢奋很兴奋 因为我的任务快完成了 不计我明天更兴奋吧 本以为我这一次 会出人头地 会哄的 就是因为我 这件事对安徽人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这件事 也没用人做过这件事 没关系 人生吉不得 我 我四年前就做过这个规划了 当时放弃了嘛 就是环游安徽 我就没有听说过是谁 一次性把我们安徽全部做一遍 但是我做到了 真的某种意义上 我就是第一人 其实冬天的时候 我第一次已经把安徽绕了一个圈了 然后第一站也是怀远 那是第一站 这是最后一站 锅河三桥 今天我要多逛逛 不认识一个怀远的朋友 人还是挺好的 虽然也没有连过了 以前是我的同事 在工作上帮助我也很多 锅河 我们蒙城也有锅河 我昨天是从蹦步过来的 前代在凤阳 他前代在明光 老澡堂 怀远有什么好吃的 7、8、9月份是我的第三次安徽美食之旅 第三次怀远安徽 所以说大家推荐一下怀远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比较特色 即便你推荐烧饼家里鸡 我还是觉得可以 咱去尝尝 跟蹦步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当地的烧饼家里鸡 味道还不错的 觉得 嗯 我就是比蹦步的好 没关系 今天再尝一尝吧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其实我昨天晚上都挺累的 昨天拍了白天又拍了晚上 挺累的 这是城湾十两个小时 但是今天想到我的最后一站 新华树地 有过去你没过去 你还挺多的 我刚刚看错了 怀远人民医院 这边大家都很熟悉吧 如果你是怀远县城里面的人 据说这几年怀远经历还可以 还不错 势头很猛 哎呦 今天怎么有点感冒 真的要吃东西了 看这附近有没有卖吃的 吃点东西 有卖吃的 拉面 还有吗 没有了 多多是吧 旅游的 旅游区间明天有几多月了吧 一百多公里吧 哎呀我都说你真厉害 可以可以 我已经把安徽城走也完了 哇塞你真厉害 这是最后一站 明天要去回蒙城了 嗯 最后一站了 拜拜 现在才一点钟 这边酒店 这些宾馆挺多的 往前面看看 没事 今天开心嘛 咱特逛逛 大怀远 估计谁的家也到了 其实有个座山还是挺漂亮的 这样看起来就是 这种建筑风格就是很 跟蹦步的人都很像 中医院 怀远好像也有一百多万人口 想吃面条 特色面馆 永顺 我现在在这办残交这边 跟大家讲一件非常不好的是 由于今天中考 怀远县城的很多宾馆 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的宾馆 除非特别那种贵的宾馆 都住满了 所以说我不得不 不得不去乡镇住了晚上 不得不去乡镇住了晚上 我可能去龙匡那边住了 很有可能 外边在现场里边给别人抢 抢房间 他们要开始去考试了 还挺辛苦的 没关系再坐我一下嘛 当然还得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快乐开心的一个心情 刚刚我还看到有人不留言叫我 来还原请我吃烧饼加饼鸡呢 我本来想说今天能拍拍夜景什么的 但是没办法 我可能直接就去乡镇 但今天怀远的天还挺舒服的 老城区应该逛也差不多了吧 桥的那边发展比较好 这个桥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波河 这边有个钟楼 这边有个大润发 真正的大润发 不是山寨大润人 这个大润盘 全都出发了火箭 要不然我们就 贵点就住 就住这边吧 还是想逛逛县城 我记得今天晚上 是我所有住的宾馆 住的女士 最贵的一天 真的要去乡镇住了吗 真的要去了吗 我真的很想在怀远多拍一楼 乡镇也得七八十 我们再逛逛我就去找冰网 今天实在太闷热了 我没去心意中 一路往昔了 我今天晚上真的要在龙康住了 端午节快到了 正好能赶在我端午节之前回家 其实我可以选择回蒙城的 我的电瓶车是可以去到蒙城的 但是 我给自己承诺 一天一个城市 一定要在这个城市睡一晚 睡出感情 把这个城市给睡了 我才能安心 我来过这个城市 心意中的位置还挺偏的 冲冲冲 今天真的很晒 超级无敌晒 还原医院挺多的 这柳城镇 上桥了 冲冲冲 向前街 向前街 好一中立心一中真的还蛮远的 好就在这边吗 这是学校大门吗 这很多都是校车 好我给你打卡了 这是中学 警卫一直看我 我赶紧走了 总之我给你打卡了 不远万里 跟你没打卡了 我要去找我马上住宿的地方了 大家好 我现在住几 住几镇 这是我单住的房间 这是我的行李 还挺干净的吧 七十块钱 因为昨天中考嘛 所以说不得不来这边住了 要走了 最后一个城市我要走了 欢愿的老乡给我点赞吧 我最后一个城市把你们放在压轴 压轴 还要怎么样 上次我是第一个城市出发的 这次最后一个 你看我对你们的爱 可想而知 我刚睡醒眼 眼睛就在中 出发了 戴上我的头盔 头盔戴上 即便乡镇不查 咱也要有安全意识 终于结束了 77天 终于结束了 欢迎我安徽第一日 就是正因为这个虚名 才让我坚持了那么久 欢迎我安徽第一日 看有什么东西忘了没带的吗 这个房间还是挺干净的 离蒙城就30多公里了 把房卡带车 今天出门挺热的 前台了 你有押金吗 没有 好 谢谢啊 老板挺可惜的 出发了伙计们 回家了 其实昨天晚上完完全全可以直接 回家的 但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规定就是 一个城市必须要睡上一晚 这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爱 睡一觉才能睡出感情 这边是朱吉镇 这边是楚吉镇 这是多阴子 这是他们的镇上街上 有点不识 因为不单是对怀远的不识 而且还是对我这趟旅程的不识 77天 就是昨天晚上我就想过直接回到蒙城 但是有些东西原则不能随意打破 其实我完完全全 昨天可以省个7多块钱 然后回到家住了还更舒服一点 网呀床呀都更舒服一点 然后也不会那么累 今天一早还是要继续骑 但是人还是有原则的 昨天晚上在这吃了一碗水饺 10块钱 舍不得 这门就结束了 真的有点舍不得 现在早上10点钟 其实我6点钟就行了 然后剪视频也没时间剪 就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感伤 就是就像那种跑步的一样 看到终点的时候你那种虚脱感 就昨天我本来是在这吃拉面的 然后我看他分量太多了 我肯定吃不完 像这就比较纯粗嘛 就是肯定分量比较多 然后就算了不吃了 我要走了 要走了真的要走了 真的真的做到了左边所有安徽人的家乡 所有的老乡的家 啊 为了这个虚明 返游齐心返游安徽第一人的虚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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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拜拜 有机会我再来怀孕 有机会我再来怀孕 大家推演什么好吃的 下次我来吃 来尝一尝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支持点赞投币三连 非常谢谢大家 再见 有机会再来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再见 下次再来 感谢观看